今天讲徐荣的视频的话 没什么才艺 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内七杀吧 然后这边教主开出了一张南蛮 然后我们自己手上一张南蛮 那就是说屠杀环节嘛 这边还有一把距离拿到手了以后 这个局一是肯定不舍得卖手牌的 因为局一说想打这个两点伤害 那我们这边给印记杀 然后这边 这里确实失误了 就印记应该是给这个八号的 因为四号是两学的武将 两学的偶数的武将没必要给印记 然后这边局一说 看我们这边跳了一个忠诚的身份 没有给这个教主印记 他这边有啥也不出了 那看我们这边开始表演了 这个三五发现我们这边室内的时候 事情已经往这个不可发展的趋势去发展了 不可描述的趋势去发展了 这边南蛮给完以后 这个王朗也死了 王朗死了 这个印记随便给给嘛 两个印记给出去 这边给了一个印记有教主 可能是看自己手里有桃 开始浪起来了吧 对 这个不太好 大家不要学习啊 这边给完这个七号以后 再给八号 八号没死的话 再开个南蛮吧 手里手里两桃 随便怎么浪 对吧 这个不要学习啊 这个浪的行为是不好吧 给教主印记就是可能想快点结束游戏了 那最后一张南蛮带走游戏 对 第二张南蛮都没有用 那下面就开始说讲一下技能吧 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虚荣的武将介绍吧 然后今天的介绍里面的话 就两把小内一把中 两把反嘛 两把小内其实我觉得还有看头的 那这边第一个技能 游戏开始的时候你获得三个标记 然后有标记的玩家伤害加一 然后如果你单给一个人上标记的话 有三种选项嘛 一种是体力流失 然后手牌上线减一 一种是火焰伤害 且本回合不能对你使用杀 还有一个就是说失去一张手牌 和那个装备区别牌 然后给你得到 是这样的 就主要就是说挺简单的 说伤害加一吧 然后第二个技能就是和第一个技能配合起来 就是锁定戒 其他角色进入冰死时 就是伤害超过两点 就是要求两桃或者两九的时候 你就可以获得一张标记牌 然后把那张伤害牌给拿回来 是这样子的 然后徐荣的话 有小技巧也不多吧 就到游戏里给大家讲解吧 这边第一把就是说 我们第一把就来一个小内的徐荣吧 然后小内徐荣的话 就是你起手就刷刷刷刷刷刷嘛 就是有AOE再说嘛 就刷到有南蛮万箭就再说吧 是吧 然后徐荣的话就个人 就是个人玩玩起来感觉 强度确实很强嘛 但是你要去体验特别好的话 我建议还是说去刷点手机卡嘛 刷点手机卡嘛 强度舒服一点嘛 就能杀出一个五六连什么天下无敌种 然后这边二号位贾许 贾许就是明凡脸嘛 他就跳这个黑沙猿王盾嘛 就是就是明凡脸嘛 那这边狼牙少年诸葛克三下三下金戈天吧 直接把这个张春华给砸冰死了 就特别的酷 狼牙少年诸葛克当忠诚的话 只有一种打法 就是像他这样打 就是开局找一个三血的 三血的白 就三血的反贼 然后就是六张牌直接砸过去 诸葛克当忠诚只有这一种案法 就别谈别的了 然后这边这个主公说 看诸葛克他有这个傲财嘛 就去捞一把嘛 看能不能捞起来 然后结果这个诸葛克没捞起来 没捞起来的话 那我们启动的计划就要晚一点了吧 那我们这边说去杀一下 然后说看看怎么丢牌吧 丢一张闪 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是一个四血五项嘛 杀一下把身份挑干净了 这个弥衡猴子会给我们打工的是吧 好那他这边拆了一张这个六号手牌 就是怎么能拆到六号手牌呢 拆六号手牌不是免费免费出一个乐吗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这边猴子杀完以后 好刘成开始打 刘成看看他会怎么打吧 去拆这个六号手牌 然后估计就是两个觉得往六号脸上糊了 打的打的没有问题 也没有反贼就这个六号 说反贼可能也说防一下我们这边这个虚荣嘛 这边我当时再说没有留伞的原因是 我们这边毕竟思学这样 相比这个猴子嘛 因为前这位跳四反 就是猴子是个名种嘛 那这边就是这边五六都有距离 轮不到我们这边吃杀的 所以说直接丢闪锅就行了 好看这个 挑衅 好下了一个八卦 然后果然说他不会去上门 我们这边 然后开始表演了吧 应该先开一个五谷吧 我是希望当时是五谷说去凑一个花色 或者说拿点什么关键牌吧 所以说先开了一个五谷 看五谷以后这边记下这个 我们要打的人的排行嘛 这边猴子是拿了一张 拿了一张九嘛 那还挺好 那边看看这个杀能不能杀中 那杀中了以后 那计划通嘛就启动嘛 这边先给全部的三学武将 说去上暴力印记嘛 给他们上暴力印记以后 他们如果受到伤害是扣成医学的 然后还能配合我们这个杀绝启动 这边张春华就没有什么必要 先去上暴力印记了 好这边说 继续去开万键嘛 就是给这个奇数的玩家说上暴力印记 那我们杀完这个弥痕 又把这个万键拿回来了 然后开始射 这边张春华还能出伤 那我们继续不给张春华上 因为这边这个将为是暴没闪的 那这边继续不给张春华上嘛 就是只有当这个春华是一学的时候 再给他上嘛 因为我万键是肯定要拿回来的 那万键张春华这边暴那个没有了 那万键拿回来 最后一张万键就是带走这个流程嘛 是这样的 其实说简单是简单吧 这个虚龙就是拿到张AOE 然后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就好了 那真有一些什么小技巧的话 就是说你给这个奇数 奇数那个奇数的就是 一学三学的人上标记 二学四学就别上标记了 就把他们打到奇数 然后再上标记 是这样的 然后第一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机卡 去去找一个这个南蛮万键 去找一张AOE去打出一个良好的感官效果嘛 那第二把我们是展示一下这个没有刷手奇卡的虚荣的一个对展示吧 那这边二号位去杀这个明反马超 然后这边确实是跳了一个这个忠诚的身份嘛 还给主攻补了一张牌 好马超乐没添过那只能丢牌过嘛 这边这个鹿神掏出了这个刘老板的武器 那看他是怎么打的 他开了枪南蛮 开了枪南蛮的话一般是跳这个忠诚嘛 毕竟说有一句话叫做反贼不开群 结果我话音未落这个鹿神 他就来打我的脸了 这个马超是一个明反 他去拆了马超 然后再开了枪南蛮入侵 哎呀这是什么什么样一个情况呀 好这边李如开始操作了 那我们这边是丢牌过的 李如就是往后这位就好兄弟李如 就把所有人都焚成打打残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开AOE 他这边是拆了这个七号的手牌 那我当时寻思也看不明白这个七号到底 六号到底打的是啥 那这边反正他给我们打工 我们是内奸 我们就是局势越简化越好嘛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这个八号位还去捞了一下这个七号位 那看一下这边七号怎么打 然后用七号八号去定义这个六号的身份了 因为这边六号确实没办法定义 好这边 这边这个马军说流烟救了他 他就给了流烟 这难道是这个不对啊 我们是小内啊 这边奥巴是出一个出一个忠诚呀 那这边八号位跳出个忠诚那七号位确实打打错了 但是我觉得这情有可原嘛 那毕竟是六七不共编嘛 就是这个七号觉得说六号是一个反贼嘛 六号是一个忠诚嘛 那他就默认这个八号是反贼了 所以说把牌给了八号 我觉得这个六号这个七号打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出在这个六号 那六号不太明白 好这边流烟丢了三桃以后 就是啥牌 啥牌型啊 能丢三桃 就很夸张 那这边就希望他们赶紧过了吧 赶紧过了以后 到我这边的回合 我就直接开始搞事情了 啊快点过吧 好这边这个五密 这个五密开始了 五密没有添过以后 他应该是会给我们这边补牌的 因为给流烟的话 给这红桃产流烟 流烟直接心态爆炸托管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对吧 好这边路程说 开了一张这个五股封灯 五股封灯 那我们这边就是拿一个无懈可击嘛 那没 拿的不是无懈可击 呆住 啊 好吧 这边拿的不是无懈可击 这个李如说去拿了一张名牌 就是不是一张基本牌的名牌 这个李如去拿了一个兽衣 那其实就李如的牌型肯定得记的 就是李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跳板 那我们这边说暴力印记直接给起来嘛 我们按跳一个忠诚嘛 毕竟说 我们这边五八都没办法定义身份 那我们这边按跳一个忠诚 把这个奇数项的武将都给给给给完印记 给完印记以后发现这个奥豪掉了一滴血 那奥豪也变成了奇数项 那这边继续说给奥豪印记 然后继续开南蛮 开完南蛮以后 这个路程看 哎路程 哦 路程还自救 他是 他是觉得 他比主攻死的慢吗 那不可能的 那路程这边自救 那我们这边太开心了 那我们这边又是一个跳板嘛 但其实本身也无所谓了 本身有个顾合拆桥下一张诸葛连奴 其实胜 胜局也 也锁定了嘛 那这边看到国家三血以后 再开一个南蛮嘛 那这边一张杀 杀绝又把这张杀拿回来 那直接这边随便打吧 生徒吧 一个顺手牵牙 然后火攻 火攻带走了 火攻也是涌动的嘛 就徐庸你一定要去刷锦囊牌的 这个单体锦囊 就是伤害锦囊 一定要去刷的 什么决斗火攻 对吧 这些东西都要刷起来的 那徐庸 我这边就是一局 运气比较好的 就是裸摸一个南蛮嘛 那确实没话说 好 这边就是说 徐庸当忠诚的一把 视频素材 因为当时确实打徐庸的素材 没 真没有办法 就是只能说去点将打 那这边李如 其实 我们这边是一张明反脸啊 李如没有忙我们 其实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李如这种脆皮组 这种虚 虚荣是不能当 我觉得虚荣是不能当 这个脆皮组的忠诚的 虽然说强将 强将没降面吧 那你几个男开过去以后 脆皮组 招架不住的呀 那我觉得 虚荣还是说 脆皮组的话 不太适合当中 很容易被忙的 好这边刘备舔起来了 刘备说给神朝一个 哎 刘备这边确实舔狗 看到我们这边 他也不打 他这边 他乐了几个 确实强 刘备跳了个什么身份 看不明白 说实话 好这边神朝 神朝是跳中的 神朝跳中 决斗刘备 打的没有问题 看这个 蛮宠怎么去打吧 蛮宠应该是一张 明反脸吧 蛮宠说去拆 对拆手牌 没错的 蛮宠的话是相当于 相当于一个 一个主动的曹批吧 就是说他直接丢一张 基本牌 让对方丢牌 如果不是 但凡不是基本牌的话 就是丢牌嘛 好这边王源姬的回合 王源姬开始动了 好王源姬他 哎王源姬去杀神朝 啊 王源姬去杀神朝 那王源姬应该是个小内的身份 那这边我们运气也很好嘛 我们刷了个铁锁以后 这个 铁锁连环直接连起来 就是 就是 咒鱼先不用管他吧 然后我们就还是说不想 不管这个流言是什么身份 就是我感觉 忠诚这边是满坑了 所以流言必定是一张反吧 就是六七 六七里面出一个 然后 还有这个神朝是一个嘛 那这边我们通过这个铁锁雷杀嘛 就是还是说 把印记给到这个基础项嘛 然后给完以后 刘备 刘备就直接死了 那没办法 满总是没有手牌的 哎 这个 这个 咒语还在搞心态 咒语还去救了一下这个刘备 那就很开心嘛 那我们这边说开完以后 好 当时我觉得这个王源姬可能是一张内 我直接火攻过去杀绝带走了 结果运气不太好嘛 没有带走嘛 那这边 印记说给上神朝嘛 神朝现在是医血 过个拆敲完以后 直接给印记嘛 那这边开一张南蛮 这 就是 这 无懈可及嘛 保主攻一下嘛 那我们把自己忠诚身份 跳掉干净 杀绝又把这个南蛮拿回来以后 这个 周一受到两点伤害 被我们带走了 那最后 最后说一张火攻 应该是带走游戏了 哎 绝对带走了嘛 这个 这个神朝 你看他的手牌 确实是没有逃 打的也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说 啊 就是反贼嘛 就给大家看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说神朝确实没有逃 就是也不存在什么乱七八糟行为 杀也没几张 逃也没几张 没办法 好 这边反贼这个使用 反贼使用就来得快了 就是借队友一个当 把队友当跳板 然后直接开始搞事情就完事了 那还是说反贼的话 也建议说去刷男嘛 可能你开局说杀一刀 然后直接给三雪将一个 三雪将一个标记 直接开始零牌起爆了 就是直接游戏结束回合了 到你 这边就是说一句 好像是 到我们的回合 就直接游戏结束的 一把素材吧 好 这边二号位跳了个啥 没看明白 那不要管 好 这边这个三号手机 开了个南蛮嘛 开南蛮跳偏中的身份 那三号位跳了个中城以后 看他会怎么打吧 哎 三号位又是这种 开群跳反 我就觉得 开群跳反跳得我很莫名其妙嘛 那这边三号位说去开了张五谷嘛 那我们这边看到南蛮 想都不要想 直接把这个南蛮拿回来 就是AOE对徐庸来说 就确实就关键的不能关键了 好 看我们这边怎么打吧 这个还是说 举手去过河拆一条 拆这个张生华 好 到我们的回合 我们先去开一张这个 无中城友 然后先把身份跳掉干净了 把这个硬气说去 先给到主攻 把这个身份得跳干净嘛 反正你需要队友去卖 那你肯定得把身份跳干净嘛 那这边主攻给上这个以后 然后关锁 关锁是一张名反嘛 这边还在说沙把这个身份跳干净 关锁名反 他应该能懂我们这个想法嘛 看看他愿不愿意成全我们嘛 那这边关锁愿意成全我们的话 我们说直接说花花丢起来了 那关锁手牌 有沙有闪 两无限 确实好牌嘛 但是到我们的回合 确实游戏也结束了 那就继线一下队友吧 那没办法 好 这边看到这个六号 他也是一个三血的 我们有多余的 哎 这边一个技道杀人 哎 打得不好 其实应该说 直接把这个 把印记给到这个 六号 然后直接说开了 然后这边开完以后 这个关锁也死了 关锁也死了 我们手上 又是一张万剑 就这个主攻不死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主攻扣血以后 我们把万剑拿回来 就形成涌动 主攻必死无一击 那这边其实到我们的回合 许庸结束了一把 比赛也完事了 什么 许庸什么强度就不说了吧 许庸确实强 好 这边信仰路神完了以后 最后一把是一个 信仰张春华 不对 信仰张春华结束以后 最后一把是这个 信仰路神 好 接下来说 看这个怎么打了吧 西志台辅的那么慢嘛 辅的那么慢的话 一般辅的就不是主攻了 他想外之位找一个人去辅吗 是这样的情况 好 这个路神去打的没有错 路神去打一张 明反脸 蛮宠我觉得打的一点都没有问题 看蛮宠这边怎么动吧 蛮宠说 千万这个选将 蛮宠这个选将 还是能当中的 那我是不相信的 我觉得蛮宠选中的话 真的比较没用嘛 那本身就是说 一张翻面的牌 四个反贼 你去翻一个人收益不大 那比如说你是反贼 四个反贼去翻一个主攻 那收益特别大 蛮宠还是说适合当这个 对吧 好 这边细致才说 辅的是主攻嘛 然后这边猪狗克 跳了一个反贼身份 九杀路神 结果这个路神有信仰 没杀走 好 这边看马神这么大吧 马神说 这边开这个 开这个铁锁 然后五中神有给我们 他也是觉得说 这个路神 路神脆皮主 那我们这边 虚拥确实不太适合 做这个忠诚 那这个马神就玩得 玩得挺好的 就是盲给嘛 打了完全没有问题 好 邓爱开这个五谷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看拿牌型吧 就拿这个单体伤害的牌 火攻打的没有问题 那这边 我们虽然火攻 不中这个路神 但是我们说 可以火攻一下忠诚的身份吧 然后形成这个涌动吧 医学火攻 虚拥形成涌动 没毛病 好 邓爱赶紧过吧 邓爱还跳出一个忠诚吧 我是主攻 我就托管了 不想打了 邓爱做忠有啥用啊 好 这边我们南蛮到手了以后 无中生有 这个 这个邓 借邓爱果然是史诗极加强 那我们这边先挂斧的说 因为马良是一个奇数嘛 得打 得把他打到医学 医学以后 然后我们这边开这个南蛮入侵 开完南蛮入侵以后 把马神当做跳板 把马神当做跳板 把张南蛮给拿回来 季线队友就是 就没毛病 季线完队友以后 哎 这个马良打得好啊 马良这个 还还让我们 还让我们能多开一次南蛮入侵 他两个逃就了 难怪他给他给我们丢鸡蛋嘛 因为他的牌确实很好嘛 那我们这边杀绝完以后 把这个西之台 把我们这个南蛮给弃掉了 那这个马良得白白牺牲了 那你们看看能摸到什么牌吧 那这边西之台说 判了一个黑桃 这个天意没有办法嘛 那只能说去赌马良 剩下的摸到三张牌是什么了 那我们这边运气确实不好嘛 那这边断了 这边断了以后把印记给给玩嘛 就自己留一个印记当做起跳 那啊 确实吧 然后这边西之台想拆我们这个 拆我们的斧子嘛 斧子是肯定不能拆的嘛 那这边季性队友失败 游戏没有结束 那就继续好好打呗 是吧 那我们这边斧子在手上 还有一个印记还是可以打的 这边路神说 是我们一个印记 印记运气不太好嘛 是拿一张这个手牌和一张装备牌 那运气不太好 没有什么办法 好路神 路神赶紧过了吧 路神顺手肯定不能给顺 这个西之台反无限嘛 那运气也挺好 这个桃子没被顺走以后 好这个蛮虫闪电炸了 蛮虫闪电炸了以后 那我们这边就舒服了 蛮虫闪电炸了以后 我们这边多了一个印记 就活生生多了一个印记 看关于怎么打吧 关于一绝这个西之台 然后应该是一张这个杀带走了 打的也没毛病 他又给我们多了一个啊 这个印记 这个印记果然是神记吧 就轻轻松松就能得来 这个徐庸太强了 好狼牙少年猪狗克 金戈铁马 直接砸这个六号 但是他手牌好像少了一张 这个过个拆桥 他也不去拆路神 也不去拆邓爱 打的没毛病嘛 到我们的回头 我们印记印记 两个印记给完 有一张一张杀嘛 哎没有杀吗 啊这个没有杀的原因 应该是路神有这个啊 明伞吧 我们这边不想去金拉伞 所以把这个杀给丢了 好这边然后通过我们的印记说 让这个路神所有手牌都丢完了 那到了关羽的回合 我觉得大可以说 你去一绝下这个路逊嘛 他万一是黑牌 直接一个红桃过去就好了 那万一是红牌 拿了以后 他再堵他一张联姻 我觉得没有毛病嘛 那边朱尔克 还怎么打吧 哎朱尔克砸也不砸 弄也不弄 直接过了还行 我吐了 这个内奸死了以后 到我们的回合嘛 一个印记一个杀 游戏结束 过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这期质量挺爆炸了吧 那对吧 过了过了 我也就你们有硬币 看着给呗 我也不这边 这边也不主动要对吧 感谢观看